科技部2017年独小兽名单出炉,作业帮上榜。 3月23日,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中关村管委会、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等, 在京发布了2017中国独小兽企业发展报告, 及独小兽企业榜单作业, 当凭借其移动互联网用户企业方面的口碑和技术优势, 以及从拍照搜集到作业答疑、直播授课等日渐完善的生态链布局, 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17中国独小兽企业榜单, 一同入选该榜单的还有蚂蚁金服、滴滴、爱云等企业。 作业帮入选2017中国独小兽企业榜单据, 了解本次榜单中在线教育、交通出行等, 是独角兽企业集中爆发的领域。 在这些独角兽中以作业帮等为单, 表达在线教育企业作为行业创新的新引擎和成长代表, 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过去四年来作业帮从百度内部一个小小的团队孵化, 经历了分拆独立和三轮融资。 从几十人的团队发展到, 现在上千人规模不断深耕技术和教育内容始终秉承, 这教育初心脚踏实地的前行, 现在我们初步成长为在线教育的独角兽企业一, 方面这充分显示了市场和资本对我们的认可, 但更重要的是这也给了我们巨大的鼓励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做好教育这份事业, 真真切切地通过科技来推动普惠教育,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作业帮技术副总裁李博洋如实, 说根据一官之库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6全年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交易规模达160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3%。 预计2019年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交易规模将达到3718亿元人民币, 可见K12在线教育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 近年来备受资本兴奈。 如果说庞大的市场规模是发展的前提, 那么加强教育与科技结合则是教育企业难, 是整个教育产业革新的助推器, 为了更好地满足K12在线教育市场需求作业帮, 一直未停止对教育与科技融合的探索。 李博洋表示作业帮以拍照搜题为切入点, 同时自建以6亿题库, 成为国内最大的自建题库在线教育平台, 但作业帮的定位是全国最大的中小学在线教育服务的平台。 李博洋说, 除了拍照搜题的工具属性外, 近年来作业帮加速上线了一对一打一辅导更大, 立足建了师资教研力量, 做教学教研内容和后端服务发力直播授课, 也就我们的作业帮一课产品目的, 就是把优质的内容传递到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手上, 挥动了我国基础教育的资源优化配置, 促进了教育公平。 这块工作也将是公司未来一块新的增长点。 作业帮技术副总裁李博洋在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发布会上发言作业帮的独角兽的诞生, 离不开政策驱动和政府各级部门的支持。 业内人士坦言当下独角兽企业, 美国看鬼谷中国看中关村中关村作为, 国内教导关注独角兽企业的区域, 也是创业氛围与创业环境比较优质的地区。 为中国企业快速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不论是当下热议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还是AR、VR等高尖端技术本质上, 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教育行业发布会上里保养台表, 是通过技术的革新实现产品的优化作业, 帮实现了后端教师的精准匹配, 大量的课堂交互实时的交互,真正解决家长, 学生的痛点践行,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相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使命。 才是教育与技术融合的本质所在, 不同于其他行业教育是一个慢活, 是依分责任何担当作业, 帮将它踏实实的花针功夫, 做持续投入于百年老店, 据了解节制目前作业帮, 已相继完成三轮共计二三十五亿美元融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C轮融资队伍里, A轮的红杉, 军联B轮的纪元, 相和均继续跟投资本的信任, 源于对作业帮的教育理念和实力的认可。 底下。 大ой是科长油的纪元 本质建设计计划,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